這一節請黃議員少廷質詢 時間45分 那個主席我的總質詢實際跟陳梅娟議員共用 好 兩人共用 好 謝謝 那我 延續我剛剛的那個質詢 就是輕軌的部分 我們只是一直蠻擔憂 這個就是我們大順路 這是大順路的部分 這個是 這個大順路部分 那我們這個大順路未來就是要輕軌通過 我們一再講是擔心的是 因為大順路這條路內車道要改成輕軌路線以後 只剩下這個快車道跟一個混合道 未來就還有一個人行道 那當然捷運局一直說要把我們的車格全部都刪除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那你的車位 你們的 路外停車場的規劃足夠嗎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點 呃 對不起 呃 對不起 呃 對不起 時間可以暫停一下 好 時間暫停 不是這一次嗎 出了什麼狀況 因為我要空到不行 是拿這個 是你的一次 拿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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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繼續開始 時間從頭開始 然後因為齁 然後這個是大順路一樣是左營段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 三明區的 那現在這邊是左營的 那因為左營這邊很多的大樓 前面這邊有收購 好市多 還有一大商圈 然後再過來還有三明區的佳樂湖 整條路都是商店街 我們一直希望是說 那你這些機車隔 未來都是大樓的 那這些機車隔 到底怎麼辦 汽車隔 到底怎麼辦 這是我們一直很商老街的 是不是到時候 請交通局 好好跟捷運局配合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用講了就好了 那再過來 對不起 OK 那我們再過來就是 我要講的 海清工商跟永清國小 這個地下道勝水的問題 這個其實在於很久以前 我們這個永清國小跟海清工商 這兩個 都是靠由這個地下道通行 因為這個路幅太大了 從南門一進到左營之後 這個路幅相當的大 那你看這邊一個神小公園 永清這邊的住戶 要過來海清 都要靠這個地下道 這邊的重拾新村的人 也要靠這個海清的地下道過來 那學生的通學就靠這個 但是 過去就一直在反映 這個地下道簡直像廢墟一樣 就髒亂不堪 然後裡面又塗鴉的亂七八糟的 但我很感謝 後來我們會看完之後 養工處有馬上去做了修改 然後去把那些照明都做好 後來這個地方就有我們的海清 他們的老師帶著學生 在裡面把它做得相當的漂亮 畫得非常的好 你看這個都是一個藝術的表現 因為他們每個工科做得不錯 就把整個地下道都改善了 做得相當好 我先秀給你們看一下 但是很可惜的一點就是 不曉得什麼原因 這個地下道 自從兩次颱風之後 就一直在滲水 那颱風已經過了 但是裡面還是在滲水 後來我們去會看之後 跟著里長跟兩個學校過去之後 養工處給我答案 竟然說他們決定要把這個地下道封起來 不用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難得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然後維護兩個學校 跟兩個區塊的學生 通行的一個空間 為什麼要把它封起來呢 所以這個問題我在這邊提出 兩個學校跟我們進入戶的一個 還有里長一個嚴重的抗議 我們絕對不允許你們封這個地下道 那至於他的滲水問題 那你們要想辦法去克服 因為你們跟我說 這個滲水不明 嚴雲不知道從哪邊去著手 所以可能那個地方 就只能把它封掉 我覺得這是最消息的做法 不能這樣子的 你們應該很積極的去找出 那個滲水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原因 甚至要開挖 或者是要怎麼做 而不應該只是說消極的說 因為他滲水 不知道什麼原因也無法解決 所以就乾脆把它封掉了 那你就挽揮我們過去 那麼多的努力啊 所以我希望這個地方 養工處跟我們公務局 你們要妥善的來處理 要不要封 我希望那個局長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明確的答覆 簡單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其實這個地下道 它不是說 市區我們哪有困難的 都封掉了 包括市委國小 包括高市道的前面 局長我不想講 主要是安全的問題 如果我們也會跟學校或社區 來再研議 但是還是以整體學生的安全為原則 對啊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理想道存在 好不好 那再過來我要談的是 中有宿舍 中有宿舍 其實這個是現在員工的宿舍 他們這個樣子過去是日本式的一個造型 那這個是已經過去有成功的案例 就是320戶的福建住宅 這個已經是蓋好的 這個也是員工的宿舍 那後來因為原本 還有剛剛我秀的最早那個 因為那個中有一再的要求 我們的中有這邊 過去只是因為他是在職給他住 後來他已經退休了 可是還是住在原地 那這個案子我相信市長 你也應該很清楚 過去一直很多的居民在陳情 那因為本來這次他們希望 能夠來這邊正式跟市長陳情 我想說不用 請他們在電視機旁邊看就好了 因為他們很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有一個純正信函 在今年的11月3號發出來 限他們105年12月 就是今年的12月31號 就一定要搬出 不然就要訴訟 當然過去 過去已經有發了好幾次的純正信函給他們 但是都沒有押日期 只是要求他們要搬籤 但是因為那個時間點 我們一直有很多的探討跟一個想辦法 要幫他們解決 所以記得我們那時候有三次 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有到 這個三個時間來到我們的 中有這邊談論這個 佔用戶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有在會議中三次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黃昭順委員跟我們這個 林黛化還有我們的 黃韋哲 黃韋哲 立委都有到 那時候我們議員也有 我跟那個藍錫木跟周恩戰我們都有到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也分了三次有討論了幾個 我總結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第一個 要求中有對所謂的贊助戶的處理 應在高雄烈油廠簽廠後 統籌規劃辦理 那第二個就是民國86年2月12號 核准改建532戶的集合住宅議案 規劃時研議止諸不受的社會住宅興建 為興建完成前不進行催遷動作 這是當時我們在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 有做了三次以後有做了幾項的 我特別提出這兩樣來跟市長就交了 那因為那時候有特別講到說 為完成之前不能進行催遷動作 那因為你們一直寄存證機行給他 那他們中有的宿舍的員工 他們一直期待是說 是不是政府能夠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希望能夠 比照剛剛我修給你們看的那個 福建的一個案例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在 86年2月12號的時候 經濟部有核准老舊眷村基地集合改建 就這532戶是被納入的 但是到88年6月28號的時候 行政院又來喊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要擴大國內 國內需求方案鼓勵自購住宅 獎勵撫購取代福建的公教住宅方案 所以他把它停掉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造成我們這些後面532戶 之前有320幾戶有OK了 那但是535就被擋下來了 沒辦法蓋了 那沒辦法蓋的情況下 他們的權力上 他們就一再的成請 一再的成請 那幾次的選舉 很多候選人都去跟他們承諾說 一定會幫他們解決 可是沒想到到這次他們換來是一個 純正信號壓了一個日期 叫做12月31號 一定要求他們辦簽 不然就是要提訴訟 所以他們坦白講 他們真的是群何以堪 他們期待那麼久 希望政府幫他解決 因為他們也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比照 剛剛我修憲你看的那個 那個公寓大樓 那個類似像是能夠蓋 可是後來真的 最後他們得到就是一個 純正信號 但是現在他們有一兩個訴求 希望說 當然這個是中央部會的 但是這是在我們高雄地方的 我也相信說現在的董事長 是我們曾經的 曾經 董事長是以前的我們的副市長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市長 我們住在這邊的都是我們的高雄市民 他們對你基於很大的期待 希望你能夠來幫忙 跟中央部會來協調 因為現在也是你們執政的嘛 那是否能夠在這個部分 幫他們說個請 請他們看 第一個有沒有辦法過去像 現在小英政府講的 他們要社會合一自宅 如果有沒有辦法這樣來做 那這個部分是他們主要的訴求 如果真的不行 那是不是 最起碼他們最卑微的奢求 就是希望 不要在年底就讓他們搬 要不要過年了耶 要以鄉鄉 11月製作一個公務來 10月3月他就要叫人搬 他不知道要怎麼搬去 所以他們心裡很難過 當然他們說 他們那個 陳總經理 陳董事長有說 過去都給你們那麼多純正信號 都已經要求你們搬了 可是問題是 過去都只有講 沒有壓日期 這一次是明白的 在純正信號裡面壓了12月31號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能夠幫個忙 不管怎樣 是不是讓他們好過個年啊 不然你過年以前 就要叫人搬人 要怎麼搬 真的他們這個情何以堪啊 他們期待那麼久 這樣的事情 結果得到換來 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在這邊 也再次的代表 我們這些的住戶 跟市長陳琴 希望是不是能夠請市長 跟我們的陳董事長 或者是跟我們的中央 能夠 是不是能夠幫他們 再做一個解套 包括我們立法院過去經濟部 曾經討論的一個方案 能夠從那個方向去著想 然後搬遷的問題 不要局限在12月31號 讓他們能夠好好的 在那邊過個年好不好 這個是我在這邊拜託市長 你可不可以幫這個忙 請你回答一下好嗎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因為這個不是高雄市政府的職錢 我知道 請你幫忙 我想如果我有能力幫忙 我當然會盡力幫忙 那我會覺得說現在我知道 我們知道劉世芳 立委 還有你們在左營地區 除了陳議員 包括李柏毅議員 他們現在都一直為這個事情 大概一直跟曾經的董事長溝通 但是中油公司有中油公司的立場 我想我站在維護高雄市民現階段 因為中油的財產 這個也不是市政府的部分 但是我會盡量跟他溝通 我們希望釋反責遠 能不能盡可能在搬遷的部分 能夠允許他們延後搬遷 我所了解他們正在努力中 謝謝市長 那我希望我們市長 你絕對可以辦得到的 我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 所以他們對你寄以很大的厚望 那我想再過來我要談第三個議題 就是建築物 無採光罩卻在保存登記上 有採光罩這個品數 那我也請一下 這個問題我可能要問一下市長 跟法治局 因為它這個建築物的外觀 這個是我們在明華路一條路 它的建物就是蓋這樣子建成上去 這邊是採光罩 那是八樓 然後這個八樓的頂樓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採光很脆弱的一個屋頂 那九樓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們在保存登記裡面 竟然九樓有一個 有這 九樓這個地方 竟然有一個可建築面積 在這個位置裡面 那這個住戶長期以來 他一直在陳情 他101年7月12號 他有跟我們政府來求證過 那這個地震局這邊有 有給他一個為目前派員現刊結果 是沒有 無原登記採光罩 所以請來申請這個部分 滅施勘測登記 那後來他們又跟公務局 那時候是我們的副市長 楊明舟當局長的時候 他又去求證 結果他說本案以使用執照荷花石 因無採光罩設施 也就是說當時你們都已經證明說 他是沒有採光罩 那這個問題他到曾經去打過官司 要求政府要把他這個坪數給扣回去 因為他事實上是沒有啊 可是你在登記保存上 確實有這個坪數 他們覺得很奇怪 那當時買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去注意 一般老百姓不會注意實際的坪數 他們都是照權狀來計算 可是買了之後 隔了二十幾年以後 才發現說 人家他要賣的時候 買的人才發現說 根本沒有這個九樓的坪數 怎麼會登記在保存裡面 所以後來他們有跟你們申請 然後打國賠 結果他輸了 他輸的原因 不是他沒有這個坪數輸的 而是說 他已經過了五年的 國賠時間了 要求要要要求國賠時間 所以他是輸的 而不是因為他沒有這個坪數喔 這個要搞清楚 所以後來他一直在陳情 一再陳情 可是我們公部門都不敢去承擔 認為說 這是過去的事情 他沒辦法承擔 他們只能承認說 從現在開始這個坪數是沒有的 那是不是請他們去做這個改變 可是租戶一直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 他認為說 這個本來就是沒有 為什麼 你要讓我現在比較算 進進我的孫子 包括他的管理費 包括他的稅金 這個怎麼辦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 社長 這個部門要怎麼改管 因為你們公部門不敢承擔啊 他這個八樓在這裡 他九樓在這裡 你定義一個 可建築面積在這個 跳空的地方 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 這要怎麼 來 局長你可以 市長你 好 那 請公務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議員 我們在討論很多篇 這個我們是79年的使用執照 我記得他是按照當時的法規 就是我們的建築的相關法規 有一個叫做 為實施隆基管制地區 綜合設計的辦法 來做一個檢討 其實他這個採光罩的面積齁 是併入到整個羅地板面積的檢討 所以在當時是符合規定的 好啦 那反正局長 我拜託 那法治局那邊 是不是請你們趕快演繹一下 好不好 這個該怎麼處理 好 謝謝 以上 那個市長 我延續一下我們昨天探討 那個核災食品的問題 我想100年的三月十一核 福島發生海嘯而造成有輻射外泄 這個是一個屬性 這是個事實 那造成了輻射外流 市長要說科學 這個都是可以去測量的 我在昨天已經有很快的 把這個圖給市長你看過 這個是日本人在當地經過兩年以後 他們所測量當地土壤能就存在的輻射劑量 那我在這邊要先講一句話 為什麼我們國民黨團這麼的會憂心 市長我跟你報告 我很少跟你報告 但是我要跟你層次的跟你報告 我們現在台灣 所有控制這個福災的食品 只有根據我們100年3月25號 衛福部這個文 這個文上面就五個縣的食品不准進口 市長 我昨天 我在一開始 不是 時間暫停一下 時間暫停 又拿錯枝了嗎 不行 上下都不行 有另外那一個 另外那一支 他拿回去 可以了 欸 是他幫我弄的 我試一下 好可以 好議長繼續 開始 謝謝 市長 本期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美國FDA網站上面 這一個熱熱等的網站 裡面包括了從 100年3月發生 一直到現在 到今天為止 日本政府給美國政府所有的相關資訊 那到現在為止 上面寫得很清楚喔 他告訴我們說 反正 凡事到 美國的 因為福島核災食品 全部detection 全部 根本檢查都不檢查 不像台灣 現在還討論要足批檢查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昨天也提了 上面寫得很清楚 包含的範圍是14個縣 不是只有台灣講的5個縣 但是 我對中央政府不能夠相信的就是 這5年 當然有前朝跟金朝 都沒有任何作為 那我們擔心什麼 市長 在我 發生一個最可怕的是 但是 這個5縣之外 他上面寫說 他上面寫說 milk fuel milk mixed based infant formula 牛奶 甜蔥奶 還有嬰兒用的奶粉 有哪幾個縣不能夠進口呢 他講 Fukushima 這就是福島 Iwate 就是 岩手 還有 Miyaki 工程 市長 岩手跟工程就在這裡 你看他的輻射劑量含量之大 所以 本席在怕什麼 多少岩手跟工程的奶粉跟牛奶 已經進到台灣 因為他並沒有被 衛福部所管制 市長 這個是我們擔心 我相信你也很擔心 你也是不希望 輻射食品到台灣 因為對我們的健康真的很壞 尤其是一個出生兒 他去喝到這兩個地方 會有日本 他可能不知道他這四人後面的健康情形是怎樣 所以市長 我們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中央的法令 中央的行政程序 讓我們不敢相信 昨天我回到服務處的時候 服務處跟我講 有幾個市民打電話到我們服務處 他在問說是哪兩個產地的奶粉不能買 有沒有在高雄 我今天講得這麼樣清楚 市長你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在高雄要怎麼做 市長你可不可以簡單回應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所提供的資料 當然我們一定 等一下你營運一份給我 我會立即轉到中央再確認 我們會去了解 任何受到輻射影響污染的食品 不管是在北部 在任何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都被任何國家所禁止 輻射污染的食品 所以今天我會提到 如果說今天FDA的提供 只要是美國不能進口 台灣一樣不能進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非常重視黃議員 您提供的資料 我信任你的專業 我會把這個資料 立即轉給我們的衛福部 所以我們的高雄市議會 黃議員提供這個資料 請他們確認 如果他們確認 我們認為到目前為止 要不要進口 到現在還有公聽會 都還在討論中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 在做最後決策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非常理性 透明公開的討論 如果今天有全世界的資訊 包括FDA所有的資料 我相信中央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 衛福部長當然他必須承擔責任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請你把這個資料提供給我 請你先不要坐下 我請教你高雄市現在要怎麼做 我想高雄市今天這個沿頭的管理不在高雄市 如果今天不能進口 高雄市就不應該有這樣的食品 如果是走私 那我會覺得我們希望我們 所有相關的單位 可以針對這個部分立即下架 然後請中央在這個部分 我們從沿頭的管理應該更 應該要必須更嚴肅更嚴謹 市長中央是中央 我們地方 中央進口不是我高雄市 沒有錯現在在我們台灣的法令 岩手跟工程縣的奶粉是可以進口的 那我要講的是既然進口 因為合法嘛可能會進口 我們高雄市的相關局處 剛才市長你有講了 我們要讓他下架 所以市長我們要不要請我們的高雄市相關的單位 要去 昨天我們局長我相信他也講了 我們現在已經從12月1號 就開始在坊間 高雄市到底有沒有這方面輻射食品 我會就是說今天防衍提供的資料 那我會非常重視 那我們會立即跟衛福部聯絡 那高雄市的動作呢 如果確定衛福部不准他 進口那今天就不准 衛福部沒有禁止 市長我已經講了 為什麼他沒有禁止 衛福部必須要說明啊 那等到說明多少嬰兒吃下肚 我想這個部分 你不可以的家屬 你們呼應所有的家屬 不明確之前 我想我們有自主權選擇 我也希望我們的衛生局 在這個部分小保管 在這個部分我們支持他們 現階段如果沒有確定之前 請商家在這個部分不應該販賣 資訊要正確 謝謝市長喔 你要資訊正確 我再讓你看一張單子 這是FDA上面寫的 2015年的2月 這是日本政府給美國政府的通知 我不清楚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政府拿不到這種通知 但是那個我們衛生局長 英文還可以嗎 你要不要跟大家翻譯一下上面寫的是什麼 請衛生局長翻譯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上面寫的是說在2015年2月的時候 日本政府對於在三個縣的一個 他增加了這三個縣的一個限制 那要把這個相關的一些 從牛奶或是Field milk 或是說以牛奶為基礎的一個應而配方奶 要做一些限制 那通常這些限制還 包括那個那是曼魚 從那個去吧 對 那是後面的部分 好 局長你請坐 局長他英文還算不錯 所以市長 我今天講的是我可以接受市長的講法 因為衛福部沒有限制 但是2015年2月就在去年耶 我講過了 當土壤被偵測到有輻射之後 他會開始去限制其他的產品 那日本政府都給美國政府 FDA可是美國的官方機構 食品藥物管理局 他們有了這樣的一個訊息 他馬上就要求這些東西不能進美國 市長我這邊 我要跟你拜託的是 為了這些嬰兒的奶粉的拜託是 即使中央開放 我希望我們的衛生局 我們有這個訊息 還要等到衛福部下令說 不准進口或者他再搞一個公告 然後我們再來把他下架嗎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們這些嬰兒 對這些新生兒 健康太不公平了市長 市長我們可不可以積極一點請衛生局 研您一下 這個要怎麼樣來做法 市長可以嗎 請你再回回應一下好不好 請我們的衛生局 謝謝黃岩 其實我剛剛的答覆已經非常清楚 我們立即等一下黃岩把你這個 我們立即跟衛福部確認 因為我想在網路上 也有很多最後證實 都是一個假的 所有的訊息 我們會立即確認 那立即確認我想我希望 我們的衛生局消保官 如果今天這個訊息 美國不能進口的台灣當然不能進口 我想這個立場態度都很明確 所以謝謝 謝謝市長你正面的回答 我想這個健康要不分 任何的這個藍綠也好或任何 所以我們在這邊不是針對任何一個事件 所以今天剛才市長講的很有趣 如果這個資訊當然是要去確認 除了說那我只能夠想到除了FDA 它是一個假的網站 但其實這個其實在市面上已經流通很久 本期是到直接到官方網站去看的 所以我覺得健康的資訊 一定要讓市民朋友要非常的清楚 不是說這個我們不要去聽信謠言 或者是說我們台灣有開放沒開放 不要流於政治語言 今天到底日本政府對他們自己核災的管控 是怎麼樣各有各的解讀 但是科學數字像市長你講的 檢驗出來了他就公告 公告之後今天美國很清楚 它14個縣的很多產品就不能進口 所以我希望我們高雄市自己動起來 市長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昨天也肯定市長你要跟評科大 要來合作對輻射食品的檢驗 我相信這個對高雄市市民 對核災食品的健康 這都是一大步 我希望市長你繼續堅持下去做 那再往下 我來談談高雄轉型 這句話這幾年我常常聽到市長在講 我想這也是我們市府團隊的一個方向 我個人的看法我先破題 我覺得我們可不可以經濟先轉型 我記得有一任美國總統在選的時候 大家開了個玩笑 他說笨蛋問題就在經濟 我相信經濟如果好 大家如果賺錢安居樂業 我們市府很多醫生 很多方面想要做 所有的社會福利 所有的公務局要做的鋪橋造陸 都可以做 不用說到現在桌金見走 因為我們的經濟不夠好 對吧 我們在南部常常聽到一個是 我們高雄是一個勒工的聖市 這句話我 我高雄出事 我高雄大小 我去外面搭乘街頭 我回到這10天 我聽到的高雄 又是一個勒工的聖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市長 你做個勒工的主委 代言你的公勒 高雄市 弟弟來做一個勒工的聖市 還是其他的原因 高雄市常常被人家認為是低薪 工作難找 這個問題其實困擾很多高雄市民 也是一個困擾 是怎樣 工作難找 很多孩子要離鄉背景 我現在尤其我的選區 林雅欣欣欣錢金 這個最傳統的選區 我們現在為什麼人口快速會下降 人口速 因為今晚的年輕人 都大部分不在高雄市 其實我們不用再去 argue說我們的人口到底有沒有增加 增加多少 還是跟我們就業率高不高 失業率高不高 陳市長 你政務繁忙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在高雄市民的心裡 已經有一個定見了 高雄市真的很難找工作 高雄市什麼時候人最多 榜街的時候人最多 因為今天他死了 都回來看老婆老婆 你很難在高雄市看到 中北部的年輕人 大量的到高雄來工作 他們的爸爸媽媽需要坐高鐵到高雄來找小孩 但是高雄市現在六七十歲 這群的 這個四大人 包括我們爸爸媽媽 都要坐高鐵去台北看他們的小孩 其實這是很新鮮的 這我想到 我們爸爸台南館人 為什麼來高雄 因為東北是高雄的家工出口區 十幾萬的大工在那裡做工作的時候 把高雄市變成一個很好的生活的地方 那時候高雄市只有一百萬人口 到今天高雄市 我們高雄市百幾萬人口裡面 加工區存多少人 我們的產業有沒有轉型 我們為什麼還是低薪跟工作難找 我先請教我們那個研考會主委 研考會號稱是我們 我們那個市政府應該是 這個抓方向的 那主委我請教一下 你認為高雄市會低薪工作難找原因在哪裡 主委坐在哪邊 請主委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高雄市 相對於北部來講 這個的確薪資比較低一點 但是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幾年來 很努力在推動產業的轉型跟升級 那我也看到一些跡象 這三年來我們的人口慢慢回流 就是社會移出去的社會移出的 就是找工作的人慢慢回流 那這幾年的薪資也慢慢回升 那顯示我們的這個產業轉型慢慢看到成果 你認為我們哪一個產業轉型現在有成果的 請你具體講給高雄市民聽一下 主委哪一樣 你簡單講有就有沒有就坐下 你說得出來就說 說不出來就坐下 我們有一項產業 我們有一些像數位內容產業這個在推動 這是新的產業 但是請議員也看到 就是說小英提出五加二裡面 那個二裡面的一個一個循環經濟 其實就是傳統產業的升級 高雄的傳統產業正在慢慢的升級 譬如說我們的螺絲產業也在慢慢的升級 螺絲產業在哪一個園區 在岡山嘛 岡山園區 它一年產值有多少 知不知道 八百億 那個金發局你先不要坐 金發局長請起立一下 我們的 加值型的 我沒有叫你坐下主委請站起來 我們加值型的螺絲產業一年有八百億的產值 螺絲產業 加值型的升級型的多少 統計上不會這樣分類 那你們兩個先請坐 請坐 市長 這主委我給他打了五十九分 本來應該及格 因為他也承認高雄是低薪 產業沒有辦法升級 就是那邊還說一個熱熱等 政治議員我聽不懂 他說這三年有開始回來了 市長啊 產業有沒有升級 高雄市民有沒有比較好找工作 市民都很清楚 我問市長一個問題 台積電要到高雄園區設廠了嗎 市長你可不可以簡單 答覆一下好不好 請市長答覆一下 謝謝 台積電到高雄的投資 我們每次都 已經討論一段時間 一開始我想 我們必須進入台積電 他們同意 我們才會承認 要不然進行的一段時間 我們也不會承認 後來台積電同意認為說確實這是一個事實 這個中間是由我們陳建仁副總統科技部楊部長 也找我們高雄市政府相關的團隊 做有很多次的協商 這個部分有很多相關的問題 他投資7500億 很多需要地方政府在行政的部分需要協助 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一個內部的協商 對陳副總統跟科技部的報告之中 我們相關的基礎都表達我們在這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非常歡迎台積電到高雄來投資 若干需要解決相關行政或者說可能面臨的這些困難 高雄市政府都非常願意根據實際的狀況我們來解決 所以我想包括陳副總統都到過我們的高雄學園 就是我們的科學園區現場 多去做一個會刊 那目前我們都在努力的爭取 那我想如果有更積極進一步的信息 我會讓黃岩了解 謝謝 我們現階段都是朝著非常正面 這樣的一個發展 謝謝 謝謝市長 你非常正面 而且很詳細的說 這個是我 七年前 質詢的東西 尋找郭台銘 當時高雄市的這個所謂科技產業 或者是高附價值產業 像沙漠一樣 我在議會中 這是我議會質詢的稿子 我說 我想市長應該還記得 包括開幕的時候市長都到了 現在的確那個郭董 他也在軟體園區對面蓋了一棟 以後目標是有一兩千人 他所有他們富士康裡面的 鴻海裡面的軟體都會在那邊 市長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現在也要幫你一起尋找台積電 市長 剛才我跟你幾個幕僚 在談到高雄市的產業 當然有一點為難他們 這產業畢竟是專業的 我相信曾局長夠專業 夠努力 但是其實數字是會說話 今天我先跟 他要到南科來 我來跟我們曾局長先討教一下 局長 我們現在南科一年的生產值是多少 請局長回答 我們針對高雄園區 高雄的入竹園區 高雄的入竹園區 高雄的入竹園區是500億 他大概在前年開始就到500億這個水平 大概到500億 這幾年都在這個水平上 他500億 他裡面一共幾家公司 我們講說實際有生產有產值的好不好 有產值有66家 因為他有核准投資 但是還沒有完全進駐投資 那個統計上有三種level 我講最紮實的 員工有多少人 到今年的10月底是8890幾人 將近9000人 這個市長 好你請坐 曾局長的回答我給他80分 數字至少都對了 他有關心 但是市長 南科市民國86年入竹就動土了 86年到現在已經整整20年的時間 你可能對這500億不一定有什麼感覺啊 到底這500億多不多 養活了多少家庭 頭都好找啊 難找 但是我告訴你 我給你舉個例子 台積電 這幾年在我們在台灣投資成功的例子 我跟市長舉這個例子 他在民國99年 當時市長也在這邊當市長了 是胡志祥當台中市長的時候 他蓋了一座12寸的晶圓廠 他叫15廠 是20奈米的技術 然後呢 7月10號動工 101年開始量產 現在已經有6000個員工 單單一個公司就6000個員工 重點是 加上他引進了上下游的產業 將近1萬人 一家公司就可以1萬人 等於是他要養1萬個家庭 市長最可怕的是他的一年可以生產多少 曾局長你知道台積電一年在15廠可以多少產值嗎 局長 沒關係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你做著點頭搖頭 不知道 起定我跟你看個數字 這不是天文數字啊 台積電15廠在台中最近所投資的 你看最下面104年 一年的產值達到2131億 一個公司2000幾億 101年開始投片就已經300多億了 所以市長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全力支持市長你去把台積電找來 因為這是我 擔任民意代表為高雄市整個景氣 我的看法 我們一定要有竹草引縫 你要把大的企業找來 九十九年的時候 他到了台中去 我老實跟你講 我是非常痛心啊 為什麼我很痛心 待會解釋給你聽 現在有這個機會 我希望市長你好好把握 我跟你加油 如果你需要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 畢竟我有這個專業 過去 過去我在台積電上班 這個是我們台積電 很少發的紀念衫 大家都很珍惜 因為他是一個好公司 他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我到現在捨不得丟 幸好身材也沒有變樣 十年了還可以穿 但是我請教一下我們曾局長 回過頭來你在接洽南科的時候 你認為現在台積電如果到高雄來 你覺得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幫助他 來局長你要不要簡單依你的看法 請局長回答 現在整個問題都在盤點當中 那高雄的科學園區 現在在所有科學園區裡面 還有足夠土地的一個地方 所以台積電也選擇了這一邊 因為台積電所有的廠都設在科學園區裡面 我想說那個黃議員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台積電來高雄設廠問題大不大 您現在要請教是這個問題嗎 大不大 或者你覺得具體的問題會在哪裡 是大或不大 問題是我們在前置的評估跟準備的階段 我們把題目理出來理的完整不完整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遇到就是台積電要來高雄設廠 當然高科是主辦單位 高雄科學園區是個主辦單位 他把所有遇到的狀況都做一次的理清 那這裡面牽涉到中央部會主管的事項等等 那當然有部分是我們市政府主管的事項 我想他的項目有七八個啦 有七八個項目 但是我認為是應該要去積極克服的項目 高雄市政府也是抱持著這樣子的態度 在進行這樣的工作 局長你請坐 市長 台積電這個大公司他如果要到高雄設廠 我可以直接跟市長你報告 他最大的問題在於他的中下游不在高雄 這是他最大 我認為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談論到這麼細的問題 這個是我在回答你 為什麼我在99年他會到台中去設 因為99年的時候他在台中也是從頭開始的 他在台中的第15廠也是完全沒有中下游的廠商 80幾家被他拉著到台中去設廠 今天我們高雄既然有這麼一點眉目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問題 台南離我們雖然不遠 但是對他們做高科技的來講 這五六十公里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總是比台中近 所以當年他願意選擇台中 我希望今年市長你用你的魅力 我們陳副總統有陳副總統的魅力 把台積電把張總某請到我們高雄來 請到高雄來這種高附加價值 這種可以有很多的就業機會 這才是對我們高雄市整個產業經濟的轉型 很重要的第一步 我相信有了經濟的轉型 文化轉型 社會福利轉型 民藥的人權轉型 全部都會迎刃而解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我希望能夠尋找台積電 但是我在這邊要提醒陳市長一件事情 企業畢竟不是公部門 我希望陳市長也好 或者其他的中央的部會首長 要給台積電一些空間 因為畢竟他們要有內部的一些程序 如果還沒有決定之前 都有可能會變卦 總統府執政都有可能決定又變卦了 更不要說還沒有決定的 所以我在這邊 我也跟市長交換這樣一個心得 希望給他們一些空間 不瞞市長您講 他們可能公司的人 連到過高科都還沒有 這是我內部知道的消息 所以我在這邊跟市長你加油 我也跟我們團隊加油 我希望台積電會到高雄 市長希望你努力 也希望你要不要發表一下你的決心 請市長說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我想黃議員的專業來討論這個議題 我想是最有心得 也是最能夠表達的淋漓盡致 我想謝謝台積電的這個部分 正因為我們給台積電很大的空間 所以有很多具體討論 我想可能沒有台積電的同意 我想我不適合討論的這麼多 那如果我跟台積電張忠謀總裁 有見面的機會 那適度的機會 我也會讓整個黃議員了解 這畢竟你在這個部分的專業 如果未來我們有若干的困難 那需要國民黨黨團的協助 為了高雄的發展 那我也會讓黃議員理解 為了高雄經濟的發展 我相信我們是不分黨派 那另外我會覺得說 有很多具體的作為 現在都在進行中 我們尊重台積電 所以我想這個階段 那我們都是尊重它 所以有一些需要伺服相關 急促 需要努力很具體的部分 他們也都在進行中 所以我想我大概這樣跟黃議員做表達 我想市府的團隊會非常珍惜 這對高雄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我相信我們會比台南更有競爭力 因為我想我們所有在高雄科學園區 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一個大片的土地 那我們相關的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他們會考慮到高雄 一定有他們事前很多很多的準備理解 這個部分 所以我只能說我們非常歡迎 也充滿了期待 但是期待是在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應該有相對的作為協助 所以我只能這樣跟黃議員說明 謝謝 謝謝幾位議員的質詢 休息10分鐘